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 通往失败的路上 处处是错失了的机会 坐待幸运从前门进来的人 往往忽略了从后窗进入的机会 小伙伴者 李宗盛 我们的佛心 和诸佛的佛心 完全相同 没有差别 朕因为如来造 诸佛能利益众生 也因为它 众生能够觉醒 也许佛能利益众生 也许佛能利益众生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外在事件 似乎是在那里发生 但事实上 它们是在这里 在内在发生 它们是心造作出来的 也许佛能利益众生 也许佛能利益众生 从现在起 每餐 每餐少吃一点肉 多吃青菜 渐渐地养成习惯 到最后都不吃肉类 在这里 更新的生活 也许佛能利益众生 也许佛能利益众生 身体精神有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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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学道之人当智无根 物领放逸 入于五欲 譬如 木牛之人 执障是之 不吝纵矣 犯人苗驾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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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